那我們應該都是快40死了對不對 喔喔喔喔 對 微大叔 好啦我們這 我們就叫男子半巴士好了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部長 我們今天有兩位來賓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李德跟布萊恩 嗨 我是做那個大樓隔熱紙 然後 對就是如果有任何隔熱的需求都可以找我 現在在做一個這個烘焙房叫大雞先生 對就我們平常我之前其實應該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之前擠牙棒的直播 就是布萊恩跟那個小米之前有來 對對對 對對對就是他們之前有 你那是這種全力遊戲的蛋糕 全力遊戲對對對 對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吃他們的蛋糕是真的最好吃的 只要人家問我傳統這種雞蛋糕 首推大雞先生 我們也有新品 我們也有新品 最近有什麼 最近有什麼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提拉米蘇 感覺可以再調整一下就要上市了 OK 好不好就是 資訊欄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大人的提拉米蘇 那我們今天要聊就是大家看那個影片標題就知道 我們現在要聊跟他們當兵有關的事情 你們兩個人是什麼人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當什麼兵種 我們是那個海軍儀隊 海軍儀隊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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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憲兵 就是你在就是你國父紀念館啊 中正紀念堂啊 中列詞啊 慈虎投搖啊 這些站在那邊不動 然後別人都會在那邊看 就是這樣說 欸他怎麼動 他們會交接的這種 這種都是儀隊 都是儀隊 都是儀隊 對那因為我們之前剛好前一陣子就是國慶日嘛 然後我就是看 有看到那個儀隊表我就覺得很酷 所以我就今天就是邀請你們來 來那個 讓大家知道一下裡面到底在幹嘛這樣 我們兩個的軍種不一樣 那兩個是海陸的 海軍陸戰隊 那我是海軍艦艇兵 那我的方面是 我們進到新訓中心的時候 會 海軍儀隊的長官會來抽 直接抽 應該可以說挑人 就是看體格 對那當然有的人自願 有的人是被抽到 因為海軍的人數不像陸軍那麼多 所以就可能會有點半強迫啦 因為人數會有點不夠 因為畢竟要找到178公分以上 他的要求大概是什麼 178以上還是要 178以上然後 現在應該是改成 不能再明顯的位置刺青 以前應該是都不行 所以要符合標準其實不多 像我的話我是自己自願 對因為其實海軍如果你要上船的話 對放假啦 或者是平常生活起居其實不方便 那如果到儀隊的話就是在大直的海軍總部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方便 新訓有總共四個禮拜 然後第四個禮拜大家就會開始抽說 你要到哪裡你要到哪裡 儀隊長官一組 然後還有一個是蛙人 然後因為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可以在 就是這一群阿兵哥裡面先挑 剩下的第四個禮拜再讓 再去抽一般的這個分發單位的錢這樣子 很像台北大直 好像不錯 很近 然後就想說哇這樣騎車一條路就直接這樣到 好那我要 然後就去了 可以說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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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會微信你說你現在不要 你等一下可能會去抽到那個 蛙人 那你們一天就是 的訓練菜單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第一 喔剛剛 剛剛進去的時候 第一週 很慘 第一週進去的時候應該 每一天大概 將近一千多下福利挺身吧 每一天喔 早上起來 早上起來 然後就開始 不是慢跑就是做福利挺身 然後就把自己這樣做到醒 然後醒來 然後就是開始 比如吃晚飯 然後就一整天開始 就是福利挺身幾下 然後休息 然後換交互蹲跳 然後什麼開合跳 對 然後之後再福利挺身 然後就這樣從八點這樣一直弄到十二點 第一個禮拜放假回去的時候 一直脫掉 手抬不起來 抬不起來 抬不起來 早上就這樣 中午吃個飯休息 然後下午這樣兩點開始 一點半 一點半 然後就繼續這樣弄到五六點 這是我們一開始大概為期的一個月吧 一個月然後每一天 第一天如果有人 胸膛沒有站到那個地上 大家都覺得 完蛋了 對不然你可能以後 對有一番作為 不然第二天以後就是 沒有一個人是乾淨的 那當初李嘉競 每一個人都是趴地上 當初你 當初心裡想說 李嘉競 後來做什麼 我媽媽 其實去高雄你不會這樣 反而覺得很病 今天我們主要的主題 是在講國慶的表演 那你們時間 差不多到什麼時候 就會開始就是 我們就要來 來做這個演出了 應該是每次都有不一樣的音樂 然後這些長官就會想不一樣的 的一些 對型變化 對 我當時是94年的國慶 因為那時候我還剛進去一隊 所以我們是擔任一個入場的一個 算是湊人數 因為原本有表演的部隊 那表演的部隊結束以後 我們要把他 湊成81個人 我們講全軍裡的一個隊型 你知道嗎 當兵前 別人跟你講說 你這麼高齁 完蛋 一定是一隊 誰在跟他們跟你一隊 哎呀 我在幹什麼 奇怪 我在幹什麼 平啊 差不多 這樣做完以後 然後他開始覺得你可以拿槍 因為那槍很重 那一把槍7公斤 槍怎麼這麼重 其實那個槍是那個 雷恩大兵 那個M1的槍 那個槍是真的可以 可以開的槍嗎 那個是上過 聽說是上過戰場的槍 都是古董 真的是古董 就是那個時候 他如果摔的話 是不是就 通常就被 被罰了 通常他像 會被罰你身上嗎 像那種表演的時候摔 通常我們記得 我們那時候說七天 七天 一個月也就 八個 就是 就是週休二日的話也就八天 天哪 所以就一個月 然後就只能休一天 正式表演摔才會有這個法則這樣子 對 好那你們在準備表演的時候 你們 剛剛有問說是 大概是什麼 多久之前 會開始去做這個的準備 那 通常都兩三個月以前 就要開始準備 這次國慶 十月的話我們 六月開始了吧 六月 差不多最少兩三個月 三月開始 差不多 因為你自己練一練 你還要再去跟 陸軍空軍 三軍聯合 然後 三軍聯合可能是 譬如說他們可能就去 我們那時候去了 空軍基地 中山機場 中山機場也有 然後就在機場 機場很大 限制步 然後下雨的話 就去大直橋下面 剛開始大家要 很有默契的一起做 這件事情 是 是有困難 你要把 你要就是要長官 要讓你知道說 這整個畫面在哪裡 表演前都會在 中正紀念堂 預教 最後一期 大概前兩三個禮拜 會有觀眾嗎 但一般觀眾都可以去看 開放區域 他會告訴你說 中山紀念堂 幾點幾點會有這個 對對 這個儀隊的最後的一次預言 感覺明天可以去一下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好 這個是我們的預言 然後也讓這些阿兵 我覺得主要是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說 GAME TIME 對 要來囉 好那我們就接下來 我們的環節是 我們就是要來看 前幾天 就是在中午前面表演 這個弟兄們 就是他們這次表演怎麼樣 你們就是有點像 擔任 球品 的概念好不好 我們就是來看看 那個畫面 然後直接講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裡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好期待 我想要用你的大電視來看一下 就來看一下 好 喔 你有看到棋手 覺得他們都幾公分 他們好高喔 棋隊要188以上 188以上 而且他們是 一樣耶 他們超 我覺得他們的訓練更嚴 更嚴 更嚴 對 可是會不會有一個 一次處罰都說 你說300下不易挺身 對 大概是這樣 他們轉彎的時候會整排一起轉 就外面要轉比較大的圈 對對對 很好看 就像這樣 對 而且這個 要拿棋子的話 好像還要先燒香 好高喔 喔還要燒香喔 對 這個就是標旗對真 對 對型很漂亮 你說的那個 銀色的虧就是空軍的啊 對就是後面那個銀色 空軍跟陸軍 然後我們是武器中間 我們是白色的 喔那個真的很怕 衣服會髒 海軍的話就是 夏天是白色的 弄天是黑色 所以元旦的時候 我們就會穿黑色 其實剛進場的時候就是 我們覺得有點可惜 嗯 就是 以前我們進場 可能會有一些白手動作 或做一些簡單強法 但是現在就比較爽 就直接進來 有一點點可惜 對有點可惜 我覺得現在可能更在意這個 對型的變化 對 然後標旗對真都做得非常好 這是上彈的動作嗎 對 他們說其實這些 這些轉其實都是在看槍有沒有什麼 就是在檢查槍的動作 對 後來開始變花俏 然後就進而有移對這個東西 其實一開始走對型的時候就是 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蛤 會嗎 因為那個 要跟著大部隊這樣走 其實有點 不太知道 他 長官不會告訴你說 你是在哪一趴 你現在我們跟我整個圖片告訴你 然後你就說 我現在在我現在看 對 他就跟你說你現在要從這邊走那邊 對對對 他有幾步這樣 他自己摔一下 好迷惘喔 喔 我覺得這種mine的反而很有感 對 有沒有會這樣子動 對 因為現在的做法跟我們以前也不太一樣 我們呢是很多槍法組成的表演操 對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 他們都是拿著這樣的槍 對 那我們通常都是在行進間都還會有一些 一些動作 對 那他們現在都是拿著槍走到A點 然後再開始做一些動作 對 然後再回到拿槍的狀態 再走到B點 然後再做一些 像這個就是比較 稍微進階一點的基本槍法 嗯 就是大跑 這叫有離手的 對 有離手的想法 有一陣子 都不太敢做這些動作 像這個是恐怕 嗯 對 因為在之前其實一級比較短 嗯 就不太敢在 表演操做這些動作 你求穩 對 求穩 那現在因為就是大家水準都比較夠 所以就可以做這種動作 因為現在裡面的幾乎應該都是職業軍人 對 喔 雞皮革都還要起來 對 相冊的時候就會看槍的 對齊 嗯 對 就我們講槍線啦 嗯 這個蠻要求的 喔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對 阿卡貝拉去 對 非常厲害 阿卡貝拉 這邊我就插一個這樣一邊 這個 可以 實際在做的時候很有感 很有感 這個是自己做 這種 這種就是專門在聽槍聲的 對 感覺很man這樣子 然後做一做 是會會 邊做邊感動 對 因為聲音很清脆 所以其實現場 大家這麼安靜的狀態下 其實可以喘很遠 對 但是其實有點會怕 因為 有時候你的場地的關係 他可能會有回音 嗯 然後那個回音可能會讓別人誤判 對 這選項就是大家都很不掌 對啊 這是賺掌聲的動作 對 對啊 一直都沒有 節奏沒有跑掉 對 請給予他們熱烈的掌聲鼓勵 真的是厲害 好球 這是Kobe 這邊應該就是比較多那種隊形變化了 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麼大的場地的時候 中間那個 你這樣子在走的時候 你會覺得特 就是你看起來會覺得很舒服 對 那個隊形會呈現得更完整一點 剛剛中間海軍走的是那個 禮兵部 就是如果 儀隊要去住房的時候 走出來的時候就會走禮兵部 嗯 這個很厲害 這是馬利歐馬 對 真的很厲害 火球 火球 對 其實以前都是最後 我們才會選槍 嗯 但是因為 選槍其實很 耗 手的力量 對 所以你全部做完到最後在選槍 就 手的力量 會那個 對 對 現在就會有點把它提前 先把它做完 對先做完 這個要跟的時候其實很難 這個也是很容易 對 這個也是在練習的時候很容易被觸發 對對對 對 而且其實第一個要記的動作非常多 嗯 他這實際在我們在練的時候啊 不是真的看到下一個人做什麼 對 是要看前面兩三個 我在這裡 這裡嘛對不對 等等等等 我看到你的 那邊那個在動作我就開始動 就開始了 對 聽到這個音樂就 哦 這個 這個 我記得那個來 對 這個就是俠客 這跟俠客終於啊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看好 我們今天很謝謝 黎德跟布萊恩 對 最後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的那個要宣傳的東西 哦宣傳的東西 我們是那個凱旋有限公司 專門做隔熱紙的廠商 有需要的話可以聯絡我 謝謝 隔熱紙的小 呃 那只是虛名吧 大家歡迎大家到這個 臉書搜尋大吉先生 然後幫我們按個讚 好吃 然後這個 真的超好吃 蛋糕的需求 有這個甜點的需求 也歡迎跟我們借洽 當然了就是 最重要還是要支持一下 我們這個部長的頻道 如果喜歡的話 今天這個內容如果大家覺得不錯 我們之後還會有其他的機會 拜託 拜託 我還想要來聊天 對 可以找 我們找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下次我們可以再來聊 就是他們當兵的事情 因為我沒有當 但是我好 你那個應該要講很久 對那個應該要講很久 對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樣 你們的經驗 說不定有你們的 同袍 或者是同梯的 或者是你們的學弟 對 今天我們是不專業的講評 對 不專業的講評 今天就是真的就是一起來 不專業 不是他們真的都很厲害 對他們現在很厲害 對然後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 我想要分享你們 你們在當 這個當兵的一些經驗的時候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 好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